大家好,我是小怪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号称最符合西游记原著的电影《西游降魔》片。 在一个安静祥和的小渔村里,村民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,可这一切却被一只鱼妖打破了。 一个村民在捕鱼的时候被鱼妖吃掉,为了除掉它,村民们特意请来了道长,可这位道长却是一个虚张声势的骗子。 经过一番折腾,妖媚捉到,反而骗去了村民许多钱财。 就在众人沉浸在鱼妖以除的喜悦中时,远处的湖面上激起了一缕水花,鱼妖来了。 村民们死伤惨重,关键时刻,一位名叫陈玄藏的驱魔人赶来,他利用智慧把鱼妖弄上了岸,让他献出了人生。 为了洗离妖怪的心灵,陈玄藏为他唱起了儿歌三百首,可妖怪并不止这一套, 又在关键时刻,驱魔人段小姐及时出现,他利用乾坤带把鱼妖收入囊中,这才化解了村庄的鱼妖之患。 陈玄藏找到师傅,向他说起今天的事,可师傅却对此事早已知晓,并对他说起了鱼妖的来历。 原来鱼妖本来是一个好人,只因为在一次拯救落水儿童的过程中,被村民们误认为是在拐卖人口,就联手把他打死,然后抛尸盒中。 常年的怨气积聚,最终他化成鱼妖,开始向村民复仇。 得知真相的陈玄藏决定化解世间的怨气,在师傅的鼓励下,他再次踏上了想妖之旅。 后来,陈玄藏又来到一个名叫高老庄的客栈,这里表面上富丽堂皇,英客满座,可这只不过是妖怪的幻想。 他用自己的兵器做烛台,把客人全都做成了烤肉。 所幸陈玄藏身为驱魔人看透了这一切,就在妖怪要对他痛下杀手时,段小姐再次赶来,他利用金刚圈将妖怪打成圆形。 原来这是一只猪妖,段小姐控制住了猪妖,让陈玄藏嘴对嘴把猪妖的元神吸出来。 尽管陈玄藏按照指示做了,但猪妖的实力过于强悍,最后还是被他给逃走了。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,段小姐渐渐喜欢上了陈玄藏,他甚至设计骗陈玄藏与自己洞房,不过最后事情败露, 众人还在路上遇到了同样在抓捕猪妖的五行拳,天残角以及空虚公子。 陈玄藏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要和段小姐分开走,这让段小姐十分伤心,他撕毁了陈玄藏的儿歌三百首,陈玄藏没有办法,只能独自离开。 后来,陈玄藏从师父那里得知,要想降服猪妖,只有找到万妖之王孙悟空帮忙。 于是,他来到五行山,并通过这里镜花水月的谜语,成功找到了关押孙悟空的地方。 他对孙悟空说起降服猪妖的事,孙悟空告诉他,只有在月圆之夜,让一个美女在月下跳舞,猪妖自然就会前来。 就在两人为谁去跳舞而发愁时,段小姐再次来到这里,她换上白色衣服,在月光下跳轻舞来,猪妖果然被吸引过来,结果自然被孙悟空轻松收服。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,这一切都是孙悟空的阴谋。 他之所以会帮助陈玄藏,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,然后借用陈玄藏之手,破坏佛祖留下的镇压五行山的封印。 就这样,万妖之王孙悟空冲了出来,他以一人之力,打败了闻讯前来的五行拳,天残角以及空虚公子。 当他要把矛头对准陈玄藏时,段小姐再次出现,和他一个凡人根本不是孙悟空的对手,最后被打得魂飞魄散。 而目睹这一切的陈玄藏也终于大彻大悟,他明白了自己一直追寻的爱的真意,爱没有大小之分,没有贵贱之别。 明白了这些的陈玄藏也终于修成正果,那本《被撕碎的儿歌三百首》也被段小姐无意中修复成了大日如来真经。 就这样,陈玄藏口纵真经,孙悟空也根本不能伤害他孙悟。 孙悟空抬头一看,原来佛祖早就驾到,他化成一只巨猿试图对抗佛祖,可他最终还是淹没在佛祖的神通之下。 电影最后,陈玄藏决定去西天取经普渡众生,他带上了孙悟空、猪妖和鱼妖,四人齐心协力,踏上了未知的旅程。 好,感谢收看本期节目,更多精彩内容,欢迎关注《各个看大片》,我们下期再见啦,拜拜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